而延續上一集詳細介紹西方盛行的生前規劃習慣 跟各種好處之外 美國福樂紀念公園 關懷全美華人 更建立起一批專業亞裔的團隊 能提供多項貼心的服務 請看東森新聞深入報導 明白每個人都嚮往天堂 一個美麗寧靜且安詳的樂土 美國福樂紀念公園 不只要將六大園區都打造成人間天堂 明白所有人都曾害怕死亡 因此還用愛心與耐心教育華人父母 獲得生前規劃的各種好處 有時候是父母自己不要去麻煩小孩 所以他們會跟我們說 我想可能也是該要去想一下生前規劃了 那我們就會讓他跟我們坐下來 然後就帶他們去跟他們說生前規劃 包括一些什麼 其實是兩個部分 第一就是說先把福地挑好 我們最後的家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把儀式方面 每個人的想法都非常的個人化 所以一定要坐下來 然後就是跟他們說有一些不一樣的選擇 什麼不一樣的選擇當他們去挑 不只有精通各國語言的專員協助華人父母 正對華人移民家庭各種不同的習俗與需求 美國福樂紀念公園延續創立超過110年的豐富經驗 還能提供最高品質服務 幫助維繫家庭和睦 有一對我的好朋友的父母 那他當時就是很想要做生前規劃 那可是談了差不多一年多 還沒有定下來 那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說 你還是來跟我父母來說一下吧 不曉得為什麼他們一直想做 可是結果還是沒有做 那年紀也開始慢慢大了 所以有點擔心 那我就說好吧 那我就跟他們見個面 然後呢跟父母了解了之後呢 發覺原來那個伯母他是想要土葬 然後伯父他是想要火化 所以他們兩個決定不了 因為覺得我要是火化的話 那我是在鄰谷塔裡面 那那個伯母他是想要土葬 同時明白華人文化 既會談死的傳統 福樂紀念公園包容各族裔 每年還會精心準備 多場大型的藝術展覽活動 要讓華人家庭感受到 這份無比的愛心與關懷 還好就是現在生前規劃 可以講好做好 要不然的話想像一下 要是兒女們到時候 他們其中一個過世了 然後呢就會非常的煩惱 不曉得會這樣做的話 另外一方同不同意 那他們兩個人現在非常的健康 也可以拿出來大家講一下 然後一起決定 覺得這個是非常的好的辦法 那一起決定一起去把這個辦好 那就不會說有什麼話 害怕說做這個對不對的選擇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有好處 生前規劃是先決定 然後做好就不用去讓家人去煩惱 這個決定是做對的還是不對的 而致力於教育下一代 全球領先的生命禮儀服務 福樂紀念公園 還鼓勵美國華裔青年 透過生前規劃的晚善服務 為年邁的父母盡一份孝心 就是說有一個兒子 他就在結婚之前 就幫他的父母把那個福地給買了 也把那個保證的儀式方面 他也幫他們買了 就是覺得以後結了婚 就不要說要問過太太 或者說有一些有可能的爭吵 他就為了避免這些 他就結婚之前 全部這些都搞定了 所以這些都是 他們表現效性的一些做法 非常的多 以一批全美最專業的 生前規劃團隊 致力幫助亞洲新移民 福樂紀念公園 不只提倡生前規劃的好處 最終還要讓全家人安心 我們是盡量讓他們有一個安心 讓他們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好事 不要抱著一個很負面的去看法 去想法 其實做了生前規劃 不代表說馬上就要死了 或者快要死了 這些絕對是不正確的 因為像我媽媽 我爸爸92年的時候過世 那他那個時候就把生前規劃做好 92年到現在他生起非常的好 然後他現在在獨拜在旅遊 他自己一個人每年到 一年到晚就在外面跑 在外面旅遊 所以生前規劃其實是 買一個安心 把這個事情做好 然後不用說把這個重擔交給家人 透過世界領先的生命禮儀服務 鼓勵全美華人 讓愛延續 讓親情在美國生根 觀眾查詢更多服務內容 請上福樂紀念公園官網 東文西文團隊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